前面我們都在介紹 Data 跟 HTML Template 怎麼做一個整合 我們會用 Data 配上 If Else 去控制 HTML 的段落 我們也會用 V4 用 Folding Loop 來印製一些 Array 或是物件 印製一些重複出現的這種同樣的架構 像是商品列表、 To Do This 等等 現在我們要進入到第三個部分 Event Handling 的部分 這些基本概念其實都很簡單 所以我們可以很快地掌握到它的精髓 只是我們學得比較 Detail 的時候會發現 有些小東西要注意一下 就這樣而已 Event Handling 其實也很簡單 我們來看一下 像這邊這個例子 我們有一個按鈕 我們用一個 Add 有一個小老鼠對不對 這是我們的 V Find On 的簡寫 就是要拿來綁定事件的 所以綁定什麼事件呢? 綁定 Click 的事件 當這個按鈕被點擊下去的時候 我們可以直接在裡面寫程式 跟它寫說 我的 Counter 要加等於 1 Counter 是什麼? Counter 就是我們 Data 裡面的 Counter 所以使用者 1 點 這個就會加 1 所以原本是 1 嘛 然後點了以後就變 2 點了就變 3 一直點點點點點點點 它就一直加 一直加 一直加 就一直加上去 那這一直加上去以後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呢? 它就會馬上反映到這個 Counter 對不對? 所以你在這邊點 然後這個數字就會一直加 很有趣喔 非常的即時的互動對不對? 所以你會看到我們常常在做事件處理的時候 多多少少都會更動到我們的 Data 然後就會即時反映到畫面 好的 我們常常在做 View.js 都會遇到這樣的操作 使用者對網頁做了一些事情 然後我們就做了一些處理 那這些處理呢 我們處理完會反映到我們的畫面上 那這個呢就是我們剛剛的例子 然後我們這邊按 Click 點擊它的時候 我們就會加等於 1 對不對? 這個就一直加 1 然後這邊有印出這個 Counter 的數值 現在是 1 好 那我們現在繼續點 欸 有沒有 好 還有即時更新欸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要做這樣子的一個小功能 以前可能要寫很多事情 寫很多程式嘛 那現在呢就很簡單 你會發現你好像 其實沒有做什麼太多的事情 你就在這邊 Button 加上一個事件 按 Click 然後 Counter 加等於 1 你做的事情只是 只是把 Counter 加 1 而已啊 然後一切就完成了耶 對不對? 所以這是 Vue.js 的好處 讓你整個架構很快就可以建立起來 然後可以很快的做出你要的效果 好 那像這個例子呢 我們就是很簡單的 直接把要處理的事寫在這邊 寫在這 Unclick 後面 好 但通常我們要做的事情 不會那麼簡單啦 好 所以如果直接把程式碼寫在這邊 可能不太夠寫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通常會把這個呢 寫成另外一個 Method 的形式 好 也就是我們把程式碼搬到 我們的 Vue.js 的裡面 好 我們有一個 Method 嘛對不對 之前有介紹我們有一個 Method 裡面呢就可以放各式各樣的不同的 Method 好 那我們就把比如說 這個按鈕點擊下去以後 欸 我們要做的事情呢 把這個 Method 寫在這裡 好 那這邊做的事呢 就是很簡單的跟大家打個招呼啦 用 Alert 跟大家打招呼 好 這就是剛剛的例子 好 那我們點了這個 Greet 的時候 按 Click 對不對 對不對 監聽到 Click 的事件 那他就去執行這個 Greet 的 Method 好 那就執行要做的事啦 他做什麼事呢 好 他 alert 一個 Hello Vue.js 然後呢 欸 他又 alert 一個 Button 好 這 Button 怎麼來的 好 來 我們來看程式碼 好 你可以發現我們這邊 Greet 這邊接了一個 Event 的變數 欸 我們這邊沒有傳啊 我們沒有傳任何變數進來對不對 為什麼他這邊會有一個 Event 呢 好 這個呢 是當 Vue.js 在承接一個事件的時候 會自動幫你準備的 好 假設你都沒有傳任何參數進來的話 你可以把第一個參數拿來接 他的事件本身 好 像我們 JavaScript 在做 Add Event Listener 的時候 好 這就是 JavaScript 的事件監聽啦 好 他事件監聽呢 會說 欸 你要監聽什麼樣的事件啊 比如說 Click 啊 Mouse Over 啊 等等的 好 那後面呢 就是接一個 Function 去看說要做什麼事 好 那這個 Function 呢 你可以承接一個 Event 好 你就知道說 啊 這個事件發生的所有細節 都寫在這個 Event 的變數裡面 好 這個事件發生的 這個對象是誰啊 是哪個按鈕啊 然後他發生了什麼事 好 珠子類的細節 全部都寫在這裡 所以我們常常會透過 Event 去找到事件發生的那個對象 比如說是一個 xx 那我們點那個 xx 我們可能要刪除這個 xx 代表的那個項目嘛 所以我們會用那個 xx 呢 做個 Traversing 就是爬我們的 Don't Tree 好 找一下其他的節點 然後去把那個節點刪掉 好 諸如此類的 好 所以 Event 呢 好 所以 Event 呢 這些細節 事件發生的細節呢 對 JavaScript 來說是很重要的 好 那在 jQuery 的 on 也是一樣 好 jQuery 的 on 好 事件發生了什麼事件 好 比如說 click 好 那 clicker 好 那 clicker 事件發生了 我們要怎麼處理 好 另外寫一個 Function 好 去做這個事件處理的 Handler 好 那我們在做的時候呢 其實你也會發現 他呢 也是會接一個 Event 對不對 好 所以不管啦 你是 JavaScript 還是 jQuery 好 我們都會 事件發生的時候 通常都會有一個 Event 可以使用 好 這個變數裡面就有所有的 事件發生的細節 所以啦 我們剛剛提到的 好 Vue.js 在事件發生的時候 也是會得到這個 Event 好 啊 這個 Event 其實 在 JavaScript, jQuery 還有 Vue.js 的 Event 都是一樣的喔 因為它就是事件產生以後呢 它幫你整理出來的一個 JavaScript 的物件 所以不管是 Vue.js 還是 jQuery 它其實都是把這個物件呢 丟出來給你 好 所以基本上你不管是用誰 好 我們得到的這個 Event 都是一樣的 好 所以呢 我們可以用這個 Event 好 去得知說 我們現在這個發生的目標是誰 好 去用 Event Target 然後呢 去看一下它的 Tag Name 好 所以為什麼我們剛剛 第二個 Alert 好 第一個 Alert 是 Hello Vue.js 好 那第二個 Alert 為什麼它是寫 Button 好 因為我們點的就是 Button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要點下去的這個 有沒有 這個 點下去的這個 就是按鈕嘛 好 就是它嘛 好 所以事件發生的這個 Target 好 一開始先 Alert Hello Vue.js 然後呢 接下來看 欸 If Event 就如果這 Event 有值的話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的 Tag Name 到底是什麼 好 就是 Button 好 所以這就是非常常見的寫法 好 我們在 Vue.js 裡面綁定一個事件 那我們這個事件的處理呢 我們通常會把它放在 Messages 裡面 好 那我們剛剛的做法呢 是沒有傳任何參數的 那如果你要傳參數呢 好 其實啊 它就是一個 Function Call 嘛 對不對 好 當事件發生的時候 它去執寫一個 Function 就這樣 所以其實如果你沒傳參數 你直接寫個小跨虎 其實也是可以啦 好 只是我們剛剛有一個簡寫 就什麼都不用寫 好 什麼跨虎都不用寫 就直接用 好 那如果你要傳參數 欸 就跨虎 然後把參數傳進去 好 像我們這邊有個 Say Hi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對應到的 好 就是這一個 Message 好 那我們這個 Message 呢 承接了一個 BN 數叫 Message 好 所以我們可以傳一個參數進去 好 這邊傳 Hi 這邊傳 What 所以我們點這個按鈕呢 它就會 Alert Hi 好 那我們點下一個按鈕 它就會 Alert What 就這樣 所以我們是可以傳參數的 好 那我們在傳參數的時候呢 如果 如果我們有傳參數 但又想要用剛剛那個 Event 物件的話 怎麼辦呢 好 像我們剛剛是 欸 沒有傳任何參數嘛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使用這個 Event 因為它會多傳一個 Event 進來 但是如果我們有傳一個參數之後呢 其實啊 它就沒辦法再承接多餘的 Event 了 好 所以這是有差別的喔 Vue.js 在這一塊處理是這樣子設計的 就是如果你什麼都沒有 好 什麼參數都沒有的話 你可以用一個 Event 去接它 好 這邊隨便你取名字啊 你要取一個 E 啊 ABC 啊都可以 就只要你沒有傳任何的參數進來 它第一個接收到的參數呢 就會是這個事件的物件 OK 好 所以即使像我們剛剛的這個例子 好 我們 Say Hi 我們有一個變數去接對不對 好 但如果你今天 Say Hi 然後什麼都沒有傳的話 這個 Message 會接到其實是 這個 Click 的事件喔 好 我來實際玩給大家看喔 好 這是我們剛剛的第一個例子 Grit 對不對 Grit 點下去呢 會有 Hello 還有剛剛的那個 Tag Name 對不對 Hello Vue.js 跟 Button 那這個 Button 就是透過這個 Event 這個物件來的對不對 Event Target Tag Name 對吧 就是我們點了這個之後呢 因為它沒有傳任何的參數過去 所以第一個 第一個值 第一個值 第一個值是什麼 第一個值就是事件的本身 所以你在沒有傳任何的資訊過來的時候 如果我們又有一個變數在接它 它就會給你 Event 好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傳了一個 Hi 進去 哎呦 尷尬囉 這邊就會變成 Hi 就不是 Event 了 好 真的嗎 Hello Vue.js 好 出不來了 因為它就不是事件了 好 那我們可以請它 好 我們不要這樣 我們就直接 Alert 我們的 Event 好 把這個接收到的把它印出來 好 點點看 好 第一個 Hello Vue.js 第二個就是 Hi 沒有問題 好 所以呢 它就是這樣 它的設計就是這樣 如果你沒有傳任何的參數進去 好 它就會變成事件 好 Hello Vue.js 好 第一個成績的變數 它就會變成 Event 但如果你有傳參數 它就變成一般的參數 就這樣 好 但是我們剛剛看到的是第二種狀況 假設我就真的要傳這些東西 好 我就真的要傳這些東西 我要傳這個 Hi 啊 傳個 What 但我又希望可以拿到事件的話 我有想要拿到事件 怎麼辦 好 再加一個變數嗎 這樣有用嗎 這樣有用嗎 像剛剛一樣 誒 剛剛沒有變數傳進來 沒有參數傳進來 我們有多一個參數 所以就會得到 Event 那我們現在有傳一個參數了 所以我們再開第二個參數去 去承接它 接得到嗎 試試看喔 第一個是 Hi 沒錯 第二個是 Undefined 也就是說呢 當你有傳了任何東西進去之後呢 就沒辦法這樣搞了 那怎麼辦 我就需要傳參數 又想要拿到 Event 啊 怎麼辦 怎麼辦 沒關係喔 View有針對這種狀況 去做了一點處理 好 像這個例子 我們有傳一個參數 到這裡對不對 那我們又想要得到一個事件 誒 有沒有一個特別的寫法 叫做前字號 Event 這是一個特別的寫法 特別的說啊 View啊 請你幫我把 Event 的資訊整理好 傳過來 OK 所以呢 如果你有真的要接收 你自己的一些參數進來 那你又想要接收 Event 那你最後呢 你要自己齁 去寫一個 Event 去承接它 當然這邊 Event 啊 E 啊 ABC 當然都可以 只是你就知道 額外有一個變數去接 Event 然後傳進來的時候 也要自己寫 所以這跟完全沒有參數的狀況 是完全不一樣的喔 完全沒有參數的時候 我們可以額外有一個參數 它就會直接是接到 Event 但是如果你已經開始傳了一些東西過來了 好 那你又想要得到 Event 的話 那你就只好再 額外寫一個前字號 Event 好 這是固定的喔 這個你不要亂寫喔 什麼前字號 E 好 ABC 這樣是不行的 好 你一定要寫前字號 Event 然後這邊接的東西隨便你 好 然後它就會把事件這個物件呢 傳過來 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事件呢 去額外做一些事情 像是我們剛剛可以找到事件發生的目標啊 或者是我們可以 Prevent Default 去阻止它做一些 預設會發生的事 比如說你點連結啊 或是 Phone 要送出去啊 這些都是預設會發生的事 我們就可以擋下來 好 就是所有 Event, Object 可以做的事 這邊都可以做啦 好 接下來這個機制呢 是 View 3 才有的 就是我們原本呢 在處理事件的時候 就像這樣 事件發生了我們怎麼處理 就是一個事件對應到一個事件處理器 就這樣 好 但是呢 在 View 3 的時候它多了一個機制啊 就是這個事件發生了 我們可以有一個事件處理 好 處理完 還有第二個事件處理 好 所以呢 這是 View 3 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有 好幾個 Function 好幾個 Method 在處理 同一個事件 好 這個只能說是 View 3 的一個新功能 因為我們基本上 通常都一個事件處理器 一個 Event Handler 就夠了 好 很不需要 通常不會需要用到兩個啦 好 就是一種 比較極端的狀況的時候 欸 View 3 有支援 兩個以上的 好 事件處理 最多的事件處理 請看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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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